蘇貞昌道歉!蘇貞昌道歉! 光這個會期我就已經三次上台報告了 現在突然這樣鬧覺得很無厘頭 而且國民黨的立委 人民高興卻不做事只會霸佔主席台 而且也妨害了其他黨的立委行使職權 又妨害了人民支的權利 這實在是很對不起人民 這個回憶民 只要他能夠回憶民主義 其實我們也規定要一直在這邊談所謂的實際報告跟總統 好第一點要跟大家報告 這個委員會已經大家都提出來了 第一點都是按照法律規定 要要求行政院針對開放委員會 以前沒錯 現在還沒開放委員一定要做 召開實安會報 這個是 這個執政安全法裡面 民文規定要做 法律程序 到現在還沒錯 所以第一我們要要求 行政院要召開實安會報 開放委員會 開放委員會進入進口之前 就像之前開放 30月以美的進口 都有去美國查查 這個也是法定的程序 現在還沒做 我們也要具體要求 開放之前一定要 這個也是第一法要做 到美國查查 地方政府應定 林檢豬的 知識條例 為了服務也好 為了服務也好 沒有 資格去執攻 罵習 執守法律 因為 中央你現在不是用 修法程序 來開放委員 你是用行政命令 當你的行政命令 抵觸到地方 自治 所定出來的地方 自治條例 那個是法律 你用行政命令 要來指導法律 完全不合法 我覺得這個中央也要 要收賠證明 要嘛你就在地法院 針對實安的法 還有農委會 相關的法律 以及教育部 學生衛生法 學校衛生法 去用法律 完美程序 那這樣子你才有資格 來說 地方的自治條例 以中央的法律 抵觸得到不效 你現在是用行政命令 所以這三點 我們要求行政命令 要有具體的唯一 來自治條例 進行政命令 可以頂道 拿來自治條例 去西川 集團